我們原本是2100 現在到1800 我們希望這次打完 希望下降到1000以下 好不好 好 他有信心 加油 黃金壽師兄胃癌手術後 持續住院接受治療 微生物博士陳立光 特別將藥物從花蓮帶來台北慈激醫院 由胃腸肝膽科醫師 將藥物注射至腫瘤處 醫療團隊都一直想嘗試說 還有沒有什麼辦法 有沒有什麼新的辦法 所以包括醫學院陳院長 還有外科 還有腫瘤科 還有我們大家 還在想一些新的辦法 都希望不要輕言放棄 基於人者 以大人大有精神 給予大家崇高的生命教育 正言 萬分敬佩 在此季世界奉獻 已經有30多年的時間 就算面對病痛折磨 仍然把握機會 行善不失 給全球共善與國際震災 對於弟子的無私付出 正言上人也特別送上祝福信 醫療的努力與慈激家人的祝福 期望黃金獸師兄能夠度過這次生命的考驗 再次視線忍者無私的大愛精神 大愛新聞黃線 郭家旭 台北新店報導 臨時報告 臨時報告 臨時報告